恐怖在线 无论你现在在公园、厕所、睡床 任何地方 大家只要同时在 online 都会看到今晚的节目 好了 仍然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分享你的灵意个安 98844 989 虽然今晚没有现场的嘉宾 不过就安排了任何话题 还有嘉宾在电话里跟我们聊聊天 今晚稍后时间 也会有一些挺特别的话题聊 去到我们的收费时段 想知道是什么的 轻松一点的东西 稍后时间再跟大家讲 今晚这位嘉宾曾经上过来的节目 在5月份 也是上个月 但由于刚巧我跟他有些友谊 再一次深入点去认识 那原来聊聊聊天吃吃吃吃饭 又发现这个嘉宾 他还有很多的个案 上次上来就没有谈得到的 只是我们那天闲谈吃饭之中 我就觉得原来你还有这么多货 还有那些经历 其实是很多人想听的 有一件事 尤其是有一件事 这件事都是历史重提 应该三十几年了 我想那些二十几三十年左右 就说到在同路环三月 这间百货公司 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厉害 骂鬼啊骂到骂红红 甚至是CCTV影到之余 也记得翻版66上过来说过 因为它在那里做过part time的sells 有个夜间的看间 直接是巡邻的时候 突然间一轮转面就看到 有公仔 走出来一闪而过 只走出来 然后就吓到疯了 就不敢上班了之后 这件事原来跟这位法科师傅很有关系 他当晚就在现场 好了 我们电话旁边有盧发亨师傅 盧师傅你好 你好啊Edmond 是啊 我们那天吹水很开心 好 先看一看你的样子 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啊 看到了 听众应该不记得 他说这件事要说 这件事因为我已经三十多年了 是啊 因为我那时候因为太大件事 因为会没了份工的嘛 那如果说出来 那些人千万不能说 一定要保守秘密 不要说 那保守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时候 那时候是十几岁而已 好了 都未识到突如其来 这样去见到这些这样的情况 其实都很大胆了 觉得自己 不如这样说 你先说一说 你当时是什么身份 或者你在做什么 那我就想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那我本身呢 是发型师 当时就是在三月地牢的 一间日式的美容室 做发型师的 那他在电动楼梯的后面 那旁边就是有咖啡店 那对面 打对面的电动楼梯后面 就是花店 那应该有些人都会有些印象 那外面就是一些化妆楼档 楼上就卖书 跟着再上就是一些时装 那我们那时候 久不久都习惯了 我们会在沙篮里面 会晚上留下在那里 会在那里玩 喝啤酒吃东西 和在那里睡 那因为我们有洗头床 那夜了之后 我们就等他唱完那首 就是有音乐 就 晚安歌 那个叫晚安歌 对了 晚安歌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出动了 我们就可以出回来 那里面呢 就我们就会自己出回来的沙篮 那他唱晚安歌之前 我们特意关灯的 如果不是 真的会被人炒 我们就惯性都是这样的 在那里晚上 有些旁边的咖啡店 都是日本老板娘开 有些他们有时会弄好一些东西 给我们吃喝喝 很友善的 好像是UCC是吗 那间叫做花丸 不是UCC UCC是之后的 是在后期的 已经他那个 之前不是超市 是之后才是超市 那个对面那个桥底 那个楼梯底 一边是发型屋 那一间日本发型屋 我们做那里 那另外一边对面就是花圃 那很多时候都会过来 那就很熟的 那期间我们做在那里 都有一些轻微或怪异的事情发生 不过我们就不觉得是什么 那试过是躺在那里 洗头洗完头 放一些烤油在那里 那都试过被人拍一声 在我耳朵拍一下 咦什么声呢 接着我以为是有个瓶跌落地 那我看去另一边 那谁知道呢 又被人拍一声 接着客人说 喂 粗水啊 我不等了 接着他说 不要叫啊 有客人在那里 他说 叫什么啊 有客人在那里 我说不是啊 有人拍我耳朵 接着他们那些都是疯狂的 不要乱说 他说 接着就已经说 一会儿他说 人家真的以为有 被客人听到 那接着都没什么期间 我们还有一次 就是我突然想起 我记得 我有个化妆櫈 就是K字头的 那我的朋友呢 就一有时上去 他会来弄头发 我们就上去 会试试一下 接着他那天早上 他说 你们不要上来找些东西 要不然就真的不行 我说我们找什么 我没有找些东西 他说 上面的东西都乱了 即是晚上之后 很多时候的东西都乱了 他早上回来就说 我们找那些东西 因为他的认识 因为只是知道 我们的化妆屋里面有人留下 他就没有地方躲 因为我们的化妆屋里面 是有工作室 那你外面那盏灯熄了 其实他看不到 里面有人在 因为我们不是全部熄了 是都会看到暗光的 方便回来开制 那他一回来之后 就已经说 他说 他以为我们就上去 他说 你一会儿被人知道大件事 我们都已经害怕 我说没有 是否有人搜索 他说 他说只有你们在 那时 我的同事都已经说 他说 不要 一会儿 我们都完全没有想到那种事 那我们已经不懂得死 还说 晚上只有我们 鬼搞那些东西 真是鬼搞 好了 那件事是怎样呢 就是说事愈发最严重那晚 是的 还有就是 那个 保安 很熟 我们都已经 有时 叫他进来 坐在我们那里 那他可以 有时休息 吃东西 那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在那里 因为会 跟他说 我们今晚在那里 那不要一会儿 他到的时候 他就 看到怎么没有锁门 因为他 他一会儿 我怕他一会儿 他们如果没有锁门 就是会帮我们 踏外面 而死定 那所以 每次都告诉他 我们在那里 那怎么知道 有一天 他就是 在那里 一路巡 在上面那里 巡捕 那他说 他自己 说 那他就 他就说 救命啊救命啊 突然降下来 那他就直接压角那里 因为那些 电动楼梯 锁了之后 他的角落很尖 他就直接扑倒下来 因为知道我们在那里 救命啊救命啊 我说 不要叫 我同事不要叫 有什么事 以为打劫 然后他说 在那里休息了很久 然后休息了很久 然后我说 什么事 你说 我让他的样子 是吓死了 因为 颗头旁边流血 然后就已经 已经吓到不成形 我说 进来再说 然后休息了很久 然后他才说 很害怕 很害怕 然后我说 什么事 然后他说 上面啊 上面那个公仔 然后我说 你要说话 不要一刀一刀 你说 然后他说 原来在上面 他一路惯性 删了之后 他们在那里都要 要巡查 要走 然后去到一个 叫做 嘟嘟 的 的 的 什么嘟嘟 的 时装店 因为他现在 我怕他还有的 这个牌子在那里 哦 我知道 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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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呢 那里的 很多时候 都有个 腰果花的 红颈巾 男的 就是腰果花的 红颈巾 有时 就好像 转一下衣服 那样 很多东西都是 腰果花的 嗯 我知道 那他呢 那个 叔叔 就是一路 巡查到他那里 那里 走两走之后 他发现 那个 公仔在他后面 那他呢 就 没回意 那接着呢 咦 为什么没有摆好 他都还是 他说 完全没有回意 以为那些公仔 有时都不知道 他们移动 还是没有人看到 但是 早上就乱摆 嗯 接着他看到 右边 咦 接着他看到 右边 又有那个公仔 另外那个女儿 那个在那里 那在他后面 刚刚 上下电梯 那个位 他就刚刚 在那个位 就是游铺 那间 冰火 都是近路口 不过 他那两个公仔 是在贴墙 在贴墙摆的 嗯 那他就是 那个公仔 就在 楼梯旁边 接着他 他说他快步 走几步 哇 嚇到PK 接着快步 走几步 那个男的公仔 在他 就这样贴墙 即是碰到他 差不多了 对啊 碰到他 接着呢 他想 已经经文未定 又去 另右边 直接 那个女公仔 贴着他 即是两个 包抄他 可以这样说 两边 包抄 直接贴着他 因为他已经走几步 他已经 不是想那些事情了 但是 他一走几步 又见 哇 嚇到直接他扑下来 因为知道 那晚我们在那里 那如果我们不在那里 其实我想 他应该都瘋了 也瘋了 那他接着就 就不连行带船 总之就 就叫救命 那这样冲了进来 我们 只能不停害怕他 因为不停敲救命 接着我们 就先开门给他 他就是 只能进来 只能害怕得很紧要 那你会不会立即出去看 你会不会 我未 接着都未算的 他都会说 我要走啊 我要走啊 接着我说不要 接着我说我出去看 那时候真的够僵 真的不懂得死 接着我说 我要看看 接着他说不要啊 不要出去啊 这样 接着我上了几级楼梯 我只是上了四、五级 望上上面 那个男的公仔 已经 是摆了一个姿势 他没有可能屈到的 即是一只手上一只手下 我见到他的手 是好像 是软熟 这样不是硬的 哦 我直接看到他 我看了几 一下子 我就 不上去 下回 我就立即下回 因为我看到他 站在 那个电动楼梯的旁边 摆了一个 一上一下的姿势 还有我感觉上 比我感觉是软熟 不是硬公仔 不是那三折位 移动 即是平时的手 就是三折位 不是这样 你便看到他的手的动作 已经转变了 对吗? 那个手腕可以弯的 向上 好像特意 好像挑机 让我看到 他的摆法 不动了 让你不要再上去 那一刻 是真的 避如其来 看到他的手 我是怯一怯的 嗯 即是不会死也好 但是怯一怯 然后立即下回 他立即下回 然后我说 公仔 都叫你不要下去 我还没说完 都叫你不要上去 他叫你不要上去 然后就 已经说 叔叔说 我要走 辞职 你也等早上 我说 因为其实相对来说 我想那时候已经是 晚上三四点左右 是 然后他就不断说 他说要走 然后我们就劝他 然后我说 你休息一会 其实都好像很难过 那些时间 他们又 直接都 厕所都不敢去 我们平时出去厕所 我们都不害怕 我们 直接是 不敢出去厕所 好了 那当晚就在那里 过了一整晚了 全部人 是的 当晚过了一整晚了 但是 第二天早上 那两个公仔 到我上去的时候 他就是一左一右 在那间铺铁的门口 不在楼梯 其实都有很多步子才到楼梯 即是他回到原位 我亲眼看到 不同了 我们已经很早了 因为那天已经 一早再看 因为早上不害怕 那他已经回到原位 以及 看到的样子 是不一样的 即是平时那样 我现在三十多年之后 说得出 你再叫我再说 我都记得 因为 我看见是解释不了 那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集体见到公仔 移动 除了保安 不是 那男孩 他说都见到的 但是他实在 他太害怕了 是 他太害怕 我们通常都不会 很多 因为不会很多人留在那里 很多人留在那里 你会 你会出出入入 就被人知道是会解释的 OK OK 即是工作都没了 我们不会的 通常是两三个 即是 会几个人在那里 他们进来 不会太多人的 即是有些 有些师傅都不会 留在那里 有些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在门的时候 久不久会留在那里 保安哥哥就第二天 没有做了 我知道 他直接是 因为那时候有通讯 那时候哪里有电话 我们那时候 即是说 你再回来 他即是 以后已经不做 也不知道是否封口 我就被人召了上写字楼 因为我们的发型屋 又有餐厅 在金钟 又有卡拉OK 我就被人召了上去 召费了 哦 所以 为何不说呢 就是 他们的角度 是奔阀的 他就说 不要危言耸听 总之 不要说 我知道你什么事 但 总之他就说 我们不相信 但不是 最后都是打齋的 我知道 是啊 因为 试过 之后 后期 后期的时候 打齋的时候 就已经是 发型屋没有做 是很后期 不过打齋都没有用了 是很夸张的 听到他们说 我曾经试过 麦当劳 在麦当劳 有条路 是可以 你不用在电动楼梯 就在前面的右手边 可以下去 麦当劳 麦当劳 我就试过 下去 那个转下去 其实是很静的 我听到别人是拍球的声音 但是 我转下去之后 又没有 我就当是 不知道是否有小朋友 因为以前 真的没有想 没有想 会有鬼 以前 就是不懂 才反而大胆一点 是 后来 我想有些人都会记得 后来封了 不准进 都是见栏楼梯 落麦当劳 我想有些人 有些朋友都记得 以前就是 前面那里 有条路可以直接到麦当劳 后来 那里就没有了 那条 下去的楼梯 封了 就电动楼梯 下去麦当劳 就是因为 又说 有骂鬼 所以就封了那条 楼梯 是的 有朋友都听过 有波子声 但是 你一转 因为你不是一条气 可以走下去 你看不到那条路 你要转弯下去 他们说 听到波子声 都不止一个 我自己的朋友和客人都听到 还有 旧同事都说 他说是有声 那我说你不要客人 那我真的不做 因为 以前 后期害怕到 等他不走那个打卡通道 有个打卡通道 那他那里下去 如果我们迟到都很静的 因为要经过那些鞋架 没有人的 那我宁愿 我宁愿被他罚 我也是 等他们一开门的时候 那电动楼梯下去 我后期都不太敢 我 我不敢走那个职员通道 我宁愿是 我宁愿是 我被他罚就被他罚 那由电动楼梯下去 因为他那个职员通道 一时就没有人走 那里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件事 对我们来说 是很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另一位嘉宾 翻本66 也有说过 他引述 当时他也在工作 但是你现在是现场 当晚看到这个保安 当时的情况 你更加接近这件事的 资料提供者 因为我们那时候 始终在做 我们会被人警告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客 可能是客 可能我会立即报警 或者什么 我们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找食 是的 我们怎样敢 都已经安领 你不要说这件事出去 公司都不会相信 虽然第一声 他当然是淡化这件事 但是之后 已经是我们 为什么不留下 因为晚上 又好像书店有人找到 我们避免 我们怕被人误会 因为我们是贼 我们留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那里 人家以为我们是贼 可能你走出去拿东西 或者什么 那我水洗都不清 因为以前 科技没有那么发达 未必有那么多电视 那你是不见了东西 只是知道你们 你们几个人 原来狗不狗 都在沙篱留下 那我们不就很无光 这件事 就是 路师傅 就说出来 看看有没有引起其他人 还有对这件事 一个恐怖回忆 可以打回来说 或者是返回 可能有些人都会知道 更加多 就是我们不在那里 或者是迫不得志 去请很大堂的打齋 就是夜晚提早收工 那里 我们不知道 因为那里已经是沙篱没有做 才能找人打齋 好 稍后 我还会想找师傅 再说一件事 这件事 就牵涉到一些 动物的精灵有关系 是吗 好 稍后再聊 这个动物的精灵 基本上 都挺恐怖 是吗 开车的朋友特别要小心 好 我们回来聊 好 那谢谢路师傅 稍后再回来聊 另一件事 好了 想听完我的话 今晚 绝对欢迎大家 立即可以再现起行 去参与我们的月费 稍后会有一件事 又有人想爆料 刚才说八十年代 三十多年前 的一件事 对于 盧花生师傅来说 仍然是没有办法忘记 三十多年的事 还在心里面 仍然不能忘记 的这件灵异事件 另一位朋友 他会说一下 他现在身处工作的地方 就是其实 可能你也有机会去 坐高铁 高铁范围里面 无论禁区和不禁区 他都在里面工作 原来那里有很多灵异事件 想看下去 听下去 立即可以上我们 admundpun.com 或者下载 BIGBAG的手机 入购买月费 或者Cons 好了 今晚在这个时间 都提一提大家 现在我们6月15日 横跨到16日 即是凌晨12点有一场 韩国的电影 好 看到没有 看到了 0.0 客制招云 咦 不错了 差不多半场了 买了 多谢大家支持 如果你想去看我们一起看电影的话 记住 我可以放一条链链出来 你现在按进去可以买 或者你上网找Cinema City 是在铜锣环的这间电影院 即是以前唐街 唐街CEO那间电影院 你可以按进去即时买票 到时我们看完这一场凌晨一场 就会一起讲鬼故事 分享一下 见面这样 当是网罪 我希望明天就已经 全院满座 帮忙吧 好 我们回来再见